刘荣幸终亦然放弃球员光环,如今在体能训练的专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,希望帮助更多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。 记者陈志曲社记者林岳甫,专题报道刘荣幸即使现在不打篮球,也会在体能训练领域继续努力,帮助更多运动员与世界舞台接轨。 记者罗佩德社刘荣幸曾在篮球场叱咤风云,拿过HBL高中联赛,UBA大专联赛冠军,从大二萌生转行念头,最后更毅然放弃球员光环。 如今,他在体能训练的专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,找到自己不断追求的独特性,而透过自身能力,助更多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更成为使命。 篮球生涯10年一路顺遂从台南永仁国中开启篮球路,27岁刘荣幸的篮球生涯共10年,在海山高中,台师大街,过冠军滋味,并入选U18、U19国家队,及光环于一身。 大学提前进入WSBL电信女栏,刘荣幸不安于眼前的顺遂人生。 他说,想给自己不同的挑战,我想要有不同的火花,用其他方式,走出自己的人生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在WSBL阶段接触到专业体能训练,刘荣幸发现为何各队都有体能教练,便是想以不同身份回馈篮谈,协助后备进步。 其实,转职历经不少煎熬,刘荣幸难以忘记在球场上奔驰的感觉,好在体能训练领域很快熟能生巧,获得更多成就感、信任感,都是球员时代所没有的,以及离自己追求的独特性更近。 担任体能教练回馈篮谈现在,刘荣幸是HBL南山高中、UBA台师大以及WSBL中华电信等队的体能教练,即指导不少高球、羽球、网球、桌球、保龄球及田径等运动项目的精英选手,即使每周行程满档,依旧乐在其中,帮助精英选手接。 鬼世界经过五年时间翠,刘荣幸在体能训练的专业非他人能轻易取代,更许下意愿大目标,他说,即使现在不打篮球,我会在体能训练领域继续努力,帮助更多运动员与世界舞台接轨,我也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成就,还想看更多新闻吗? 欢迎下载自由时报APP,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,共7万个中奖机会等住你。 iOS采点HTTPS帽号双斜杠去OO.去L斜杠去C70RJN的采点HTTPS帽号双斜杠去OO.去L斜杠VJF3LV活动办法 HTTPS帽号双斜杠DRAW.LTN.COM.TW斜杠SLOT下画线V8斜杠已经按了,谢谢。